嗨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熊 熊哥 今天的熊哥撞球教室 又來到我們的全民撞球樂的時間 這一招是C級的藝術球回馬槍 之前有示範過是B級 同樣是回馬槍 但是那時候障礙球是兩顆 現在障礙球三顆 難度雖然只加一顆 但是難度加倍 好 幹法就是右賽拉桿 母球的打點四點半到五點鐘的位置 但是同樣你都是打右賽拉桿 但是我們把它想成時鐘對不對 那時鐘你同樣都是打五點 但是距離這個中心點越遠 也就是越靠數字越邊的話 它母球吸力的效果 也就是旋轉值跟這個拉桿的效果 會比較大 如果說你同樣都是五點鐘 但是你比較靠近 中間或者是離數字比較遠的話 你拉桿效果一定沒有邊邊來的 卡拉啦 卡西里 那當然要注意 你這個是出桿AK點要非常值 再來巧克機要磨均 不然吐成的機會很大 來馬上示範 三顆障礙球 目標球大約 大約距離是兩顆半三顆的距離 你母球自己拿捏 撞擊大約五分之四或四分之三的厚度 母球撞擊之後進五號球 碰到這個顆星 它自然慣性地位彈出來 這時候你拉桿要非常犀利 能夠扭轉角度來進九號球 這難度很高 哇 這球可惜了 這球喔 就是有 應該講說 這個球是拉太多了 頓不夠 因為它還沒有跑出來障礙區塊的時候 它就會往後拉 所以我第二次示範要注意一下 哇 力量夠但是沒有轉彎 也就是下賽的效果 沒有辦法在中途改變母球 往顆星的方向 第三次 最後一次 第三次如果成功的話 這個C級儀素球得三分 好 有沒有 有沒有 耶 哇 果然是很難得這個儀素球 因為以前我 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打這個儀素球 當時的母球它比較輕 因為母球跑最多 所以一兩年之後母球會比較小 那現在的母球材質不一樣 所以拉桿會比較不好拉 好不管怎麼樣 總算成功 第三次成功所以得分三分 如果您是素人 或者是女生的話 乘1.5倍或者兩倍 所以這個回馬槍 很有意思 當然要成功還是要苦練 好今天就是熊哥的撞球教師 全民撞球人 C級儀素球回馬槍 記得按讚點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